十一 下個星期 十一令我想起 當然是遊行 集會有自由 想起國慶很多事情 當然民陣搞的十一遊行有些阻滯 阻滯將會演變成搞不定 早幾天之前見到他們去警察總部那裏開會 好像談了15分鐘已經談完了 也不是很多人談 就是不用談了 只是用一個限聚令 這件事真是萬能key 都很重要 限聚之下就沒有什麼可以做 我認為香港現在很悲 集會沒有 你說四人就叫一組了 最多 真的是不是政府害怕人民呢 人們害怕得這麼厲害呢 其實bottom line也很重要 究竟這個是北京說不行啊 還是稻草人林鄭說不行是她自己想出來的事情呢 還是她有什麼苦衷 現在是不是全家被人威脅著 不能說話 還是她已經不是真的可以做一個administrator都不行 她說得很厲害的 說現在是行政主導啊 但是我現在看到她連普通做行政的事情都不給 OK Donald Trump說可以去示威 但是不可以去遊行 但是美國的情形有點不同了 美國大家知道了 經過這個黑人壓頸事件之後 現在差不多每個weekend 在Portland Oregon那裏都有些很大型的示威 那你問我Portland Oregon在哪裏呢 就是Nike那個總部那裏 在香港發生了這個壓頸事件之後 之後都有幾個黑人是受到很嚴重的身體傷害 好像不止一個人死了 而這個Black Lives Matter 那時候是在做機局之前 是全世界很大的事 只不過我們香港人是關注香港自己裏面的東西 就不是跟得這麼貼 那我早幾個月之前和藍亞裔的簡號名Philip Kahn 都去了警總那裏呢 請願了兩次 那都proper的 他找警察去收信 穿白色衣服 我想都挺高級的 聽說是警署高級的幫伯 都是可以有白衣服穿的 那叫做entertain了 是不是 但是 講的 那個不知道是不是中國入以外的人 到現在死了都四五個月了 我們去示威 都兩次 又是沒有這個驗屍報告 什麼都沒有 你想想 如果現在繼續這樣下去 你想想 接下來的十一 情形都不是很正 有區議員在早兩天之前說 十一的遊行 如果不是合法的 他們就去逛街了 喂 大佬 你說中秋節 你是不是不讓他們逛街呢 中秋節現在是不是marshall law呢 現在政府沒有用到那個字 叫marshall law 不過 講回上年《逃犯條例》修訂 到第三季尾 第四季的時候 我很記得那個打擊很厲害 黨鐵八點鐘沒有地鐵搭 接著就爛貴方不用了 淪陷了 即食肆一間又一間這樣撿 那黨鐵背後最大的shareholder是香港政府 那些警察是應該要有獨立調查的 這個正常都要知道的 是不是 但是現在你說到就是 哇 媒體 網媒好 總之它覺得不是媒體的媒體 你就不能去做任何的訪問了 或者是任何的直播了 它是想不讓你知道究竟 某一個地區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你再rewind the clock back 六年前 曾建超事件 就是那個所謂的七警事件 如果不是有媒體的報導 那七個的警察 是現在都沒事的 那它就坐了一段很短的時間 曾建超就被七個警察打了 OK 香港其實警隊要改革這件事 是很久應該要發生的事了 那香港人是要死多少人 才可以換到警隊有改革呢 我不知道 台灣有民主也是九十年代 開始才是有民主的 你說近四九年中國共產黨 變成執政黨之後 國民黨去台灣 那接著的幾十年都十分黑暗 但是現在香港人其實都要去wait 一下一些事情 究竟值不值得去和政權去抗爭下去 要是你說 喂 我去唱一首歌 OK 或者拿一張白紙 我也看到 畫面就是它告你暴動 那當然也要說回昨天 我不知道我們能不能說到技術上 這個解完後期製作 沙田有三位的抗爭者 好像三個都告過暴動 就坐了四年監 三年 但是如果一個警察呢 不是在香港 或者是在美國 特別是在美國 他是神之不清拿著一支槍去亂來 如果你是有槍的地方 他是可以用槍來自衛 OK 香港不行 英國都不行 英國你不可以有槍 但是如果一些執法部門的人 他自己控制不了情緒 這個不是我說的 這個是叫做錢志勇 好像叫做 和我同名 但是律師來 我都不知道他是一個監警會 那些這樣的設定 前線的執法部門的人 都要是 可能要 情緒操控都要了解 他是藍絲的律師 OK 所以我不會知道他的全名是什麼 戴眼鏡 肥肥的 就是中坑一個 Anyway 十一 接下來 十一對我來說 就是中秋節 很久沒有去玩燈籠 看看今年兒子玩不玩 還是跌燈籠 還是 我們舊時的世界就是 兔仔 然後蠟燭 去維園 說的是N 幾十年前的事情 但是現在 不是很多人去做這件事 是 上年的中秋 我也不太記得 但是 上年的十 月底 十一月 我就很記得 李大和中大的 兩個 很大的事情發生了 在這裏 我會覺得 香港的沉淪 最後是會 好像柬埔寨一樣 最極限的情形 我們在這個節目都講了兩輯 就是講了Cambordia 在1975至1979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genocide 死了百多二百萬人 四分一個人口 下一次我們再談的時候 我會專注講說1979年之後的柬埔寨 接著就再有戰爭發生的 其實越南就進去柬埔寨再開戰 但是你要知道 一旦有第二個國家 就有很多地緣政治的複雜性在那裡 但是要了解共產黨的想法 其實是要了解多一些他們自己的思維是怎樣 總之10月1日那個遊行 如果大家去吃東西 去shopping 什麼都好 其實你是有那個金冠法 in theory 是賦予了我們這個權力的 但是它現在什麼東西都說是 疫情關係不讓你去做任何事情 那你可以怎樣呢 我不相信你拿著一張白紙都不給 其實你知不知道如果你300萬的市民上街 拿著一張白紙 用航天的drone拍出來 各個拿著一張白紙 拍出來是一個無聲的抗議 那是不是無聲的抗議都不行呢 無聲的抗議是不是都要找軍隊來鎮壓 roll些tanks下來呢 好像在45年前的4月17日 就是在說金邊淪陷的時候呢 就是這樣 我就不相信香港會去到這樣的 但是我就覺得應該由林鄭開始帶頭 她這麼喜歡驗東西 又驗COVID 麻煩每個月你去驗一下腦子先 由她 她和總之那11個被人制裁的中港官員 其實制裁是沒有用的 應該要去驗一下腦子 由他們開始 警隊 特別是前線的那些 一定要驗一下腦子 如果不知道哪裡有驗 就是我同屆的同學 有些都是精神科醫生 他或者生意太好了 應該精神科是需要幫這些人去做這些事情 他控制不了那個情緒 然後就按下那個小女孩 專家那些年輕人 按下了 那他 我都很同意王喜說的那句話 就是你穿著一件很薄的一個防暴警 我都不知道是防暴警衫還是普通警察衫 然後隔著層部 找你的性器官去碰到那個女生 就是有人提了我 那個是男士來的 那個警察不是我以為是女生 是不是現在那些警隊的條例已經改了 是男生都可以按那個女生 我不知道 就是要問回 people in the know 才知道 好像是 那些警察是 那些警察都不需要申請的 那變成了那時候有位區議員 我或者是是有一家市就沒有那些 mold 來衫了都 或者呢 也不知道 那他就是 到哪兒去 那個這是 一樣的 基本上 所以 你 Music 現在的律政司司長 他們玩的那些東西 就是follow北京的line 香港的司法制度 官有男有王 有很多是根據法律來判 但是當然這個世界有惡法 還有可以找人大釋法 香港的沉淪就是當你見到建制去搞大公把口 文匯把口去批判在建制裏面的人 你覺得香港會怎樣呢 香港就是會越來越差 Anyway 這集已經過了時間 好像已經14分鐘 下一次繼續講下去 拜拜